又来到拆解经济的时间 继续有我温水在这里 在我身边有90后投资经理阿燕 Hello 大家好 首先希望大家多点留言和分享 还有按一按订阅的小铃 因为我们都是非常需要大家支持我们这个小小的网台 除此之外我们也有一个PayMe的点唱服务 点唱服务很简单 就有点像上一个世纪的电台点唱服务 只要你PayMe课给我 你课多少也无所谓的一元油 但一万什么都可以无所谓的 然后你写下你想寄出的信息 我就会在节目那里说出来 就满足大家的愿望 这也是我希望可以在PayMe课金打赏之外 可以帮大家提升到价值的一个做法 希望大家多点课金支持 顺便我亦都希望可以 就像电台点唱那样 我就将你的信息就说出去了 希望大家可以先用一下这个服务 除此之外我们也有一个YouTube的每个月80元会员计划 你可以任问我们问题的 你问多少条呢 我们都会在每个礼拜开一个会员专有无关节去解答大家的问题 因为有些朋友说我们讲得太浅了 其实我们都讲得深入浅出的 因为免费嘛 那免费就当然是从一些基本的概念去讲起 因为不知道大家的standard去到哪里 但如果你是很advanced的 也有些问题想问的 欢迎大家善用这个会员计划去问我们问题 最好就问在YouTube那里 就不要问我其他社交媒体那里 因为我的其他社交媒体那里都有海量的message 所以最好就centralize在YouTube那里发生 你喜欢留言也可以 你喜欢留言也可以 什么都可以 只要你在YouTube那里发生就没问题了 除此之外我亦都有一个patreon的服务 我的patreon服务也会有很多的黑幕内幕 很新的内容去和大家去讲 希望大家在这个逆时之下可以磁营无态 除此之外阿然也有一个投资服务 他的投资服务也是做得非常好的 这两个月亦都找到很多的资产都是有几十个%至倍数的升丰 亦都可以帮很多他的客户去补本补命 那现在我自己的研判就是 未来的五年是会继续衰的 股票方面不是说香港 就是现在香港有多个法例 那我们不敢说话了 经济是会继续差的 股票市场都是会继续差的 但是唯独这一年是上帝为我们开了一线窗 那现在亦都有机会进入减息的空间 所以你的钱放在压台做定期是不划算的 因为有机会减息的 但反过来 比特币又升 美股又升 港股也都见了底 所以你如果把握不到 这一年五年之内唯一最好的 这一年的机会窗口 那之后你就会衰四年了 所以希望你们都主动联络 去找阿妍 填一填 那张google form 在caption 又有 在comment 那里都有 跟她聊聊天 看看如何去帮你们的资产去做一个 的调配 这样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今天就有些什么的话题 开始讲起先好 阿妍 我们讲这个唐英年主管的西九文化区 先吧 西九文化区上过财政年度 錄得赤字7.18亿港元 就预计在2025年 现金流就会耗尽 现在大环节就见到西九文化区在一个蝕钱当中 西九就是一个法定的机构 就是和海洋公园、机管高 所以因为一些条例已形成 对于政府来说 政府第一步就是要注资到这些机构 然后这些机构应该是要自负盈亏 之后真的不行 政府普遍来说都会注资去救 例如你看到海洋公园就是一个例子 政府就不停资钱去救海洋公园 但是现在这个西九文化区 就开始面临着这个规矩的问题 当中的主管唐英玲 就不断想着一些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这就是那个大背景 是,他解决问题的那个proposal 都有一些据应证 因为首先他就说不想一个项目破产 但是他又不想借钱 接着他提议就希望可以卖少少土地 去补充回那个收入 然后他又说不会卖完 就是你这样听的时候都挺模糊的 到底这个巨婴症发作的唐英玲想怎样 你会觉得很巨婴的 有点像四方式 我又要做那样东西 但我又不要承担那个后果 如果你站在陈某波的那个角度去听 就是你想怎样啊 就是你要想我救你 接着你又说到自己很清高又不要钱 但是去到最后 你又想我好像批地给你 但是你又说到 其实我又不想卖那些土地 那你想怎样呢 所以他那个说法 是真的很具婴症的 就是我站在昨天的角度去想 就是到底你想怎样呢 你都要有个说法 因为很简单 你要卖地的 那你就跟我谈 你要借钱的 那你就跟我谈 但是你借钱得来 你又要摆价子 又要摆款 那到底你想怎样呢 那这个就是我当初见到那个新闻第一个的印象 但是呢 关于整个西九的发展 我觉得有很多的大面称可以去说 第一就是 从来西九 这句说话真是得罪很多人 在我眼中西九文化区 就是一个政治失败者联盟 无论是唐英年 又或者现在主管中安博斯的陈思思 又或者里面其中有一些我认识的朋友 就是因为他是我的朋友 我都不是很好意思去说 但是很眼中 整个西九的project就是政治失败者联盟 因为他们全部这些高管 又或者尽要的核心成员 他们都是一个政治路 走到春颈的时候 没有东西做 就突然跳进去搞艺术 就是唐英年想选特首都输不到 接着就进去做这些公职 陈志思他都做到合会召集人 不能再想的了 要么你就选特首了 但很明显特首就设定了某些人选 他的路已经去到樽颈 跳进去又去做这些公职 接着一些中层的人就无论开名去说 因为我们都说一些出名的人会比较好 所以这一个生意或者这一个 business 你是很难不涉钱的 因为你养的那一堆就是失败者联盟 但是你养他的钱 你就出回政府的份量 你不如真是看看欧洲那些最一线的博物馆 他们是怎样用他们那笔钱 是没有那么高人工的 如果你跟我说说 没有钱的钱 但是不要说你要剪一剪 你们这么多位大哥 或者所有在里面的人的人 那些剪 就不要说真的剪你 可能这样听大家都会觉得不舒服 但是我觉得资源可以调背得好一点 那笔钱 我觉得supposed 应该是要做回艺术发展的 你应该要找一些最出名的 最厉害的creator 去担任这些角色 这些资源应该要给到creator多一点 这个就是我的角度 比如以我所知 马英狗的大女儿 曾经都是在Ambus那里做过 但是我不知道 做了一切 可能他都觉得有更好的发展 他现在去了 好像New York Metropolitan Museum 去有一个更加好的position 他都走了 曾经西九文化区都是多元包扬 你想想 台湾马英狗的女儿 都会来这里做 但是他做了一段很短的日子 然后就走了 然后我就觉得整个西九文化区 你要想其中一个方向 要turn around 第一样东西 你一定要cut course 这个东西很简单 就是你和别人去谈一个交易 你可以和别人卖一样东西 那个人一定会问你 喂我借一次钱给你 或者我给你买多一次地 到你第二转钱洗完的时候 你是不是又再卖地 或者又再问我借钱呢 你一定要有一个长治久安的plan 等于一个破紧产的政治实体 或者一个国家 他去问国际货币组织去借钱的时候 国际货币组织 他都一定会有一些条件 去加注于给你 你是要符合 他才会批那笔钱 或者准許你做一些东西 这个就是 傾丢的一个角度 就是唐英年 他是什么都没有 总之 要是就借钱 要是就卖地 日高就cut 不可能 不可能 什么都要了 这是巨英 所以我觉得 唐英年 你是要有一个更加好的做法 去说服陈茂波 或者说服政府去协助你 这个是要想的一个地方 但我当然明白为什么这么巨英 就是有时候他是想建立一种战略模糊的状态 就是让你捉摸不到我想怎样 这种这样的战略模糊 会不会达到真的唐英年 心目中的那个目的 我不知道 但是我又不觉得唐英年有这么高智慧 所以有时候有些人是跳草拔舞去调调 比如好像特朗普比较出名 这个贸易战的时候 他经常又会去骂习大大 突然间就会说习大大是我的朋友 他写了一封beautiful letter 他会说这些很肉麻的东西 就是一手远一手难 可能唐英年是在玩这些东西 就是他又要扮大款 但是又要兜底 但是有些情况之下 他又要扮矮仔 又要问你拿钱 问你去拿一个Approove去卖地 可能他是在玩这些东西 我不知道 但是暂时就这样看 就似乎是西九这个角度 都是比较难去查 因为其实你看到 他现在所有赚钱都是行通 你看到西九 第一来就是这个无标收入 或者其他那些 场地的租金一些茶楼 第二就是一些办公室 或者一些地价 起楼的收入 其实你现在看到香港 这三部分都是向后崩溃的 而他的收入 正正是依赖这些作为来源 其实你都会见到他提供了第二个数据 就是他现在有大部分的游客 其实都是来自内地的 其实我们之前那些影片 我们都说过 譬如大陆现在下来流行是狂游的 但是西九里面 你除了将门票以外 你买的那些纪念品 或者吃的那些食肆 都是比较高级的一些活动 其实大陆人就未必是很欢迎 反而现在流行那些 例如小红书 看到那些几十元香港白色食 那些场景就会排在场上 但这些高消费的那些 就是未必会接受 就是你很少再会见到 排在LV 排Gucci 那些是旧式的内地消费 就是香港的展现 但现在就是流行一些 比较小的一些特色东西 反而才是主流 所以ANPLUS在这三个 冲击底下 是都挺大剂的 还有我刚才说到 战量模糊的点 我都可以再继续 因为最近我在Patreon 就真的写了一篇文章 去分析美国其中一个 爆了煲破了产的城市 叫做Detroit 那他怎样去做好 过资务从组去翻生 当然做资务从组 都是得过几招 每一个人都得过几招 就是你要缩减工人机构的开支 你要剪公务员的工资 你要停很多公共开支的服务 然后有些资务 你可能要摊上离环 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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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城市在组合权 你可能会有100招 但唯独有一招 我觉得挺醒目 是值得拿来说的 就是当初 底特律政府他破产 他破产 他要变卖资产 其中一个方向要解决债务问题 他是想到 是要将底特律博物馆里面的馆状 去卖出去 当他一说到 我要准备找苏富比 或者找佳士顿 去拍卖这些艺术品 或者这些历史文物的时候 立刻所有有钱都跳出来按住他 我说你不要还 我求你不要还 你要多少钱 我捐给你 然后有些 比如好像巴奇 巴奇是借了几十亿给底特去周全 原因是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那些艺术品 不单止博物馆有收 那些有钱人都有收 你突然推出十几亿的货 你会推倒整个艺术市场 是全部一起跌 所以有钱 他持有的那些艺术品 或者那些文物 或者可能Gitcaso 或者什么 你无论 即是适当一个艺术家的高端艺术家 或者一些有二手市场艺术家的那些藏品 全部会倒下 所以他说你不要推出去卖 你会推死我的市场 我立刻捐钱给你 到最后呢 他吸了六十多亿 那些有钱人 其实国家很有钱 但是 当底特的政府就说 我现在要求你 就是你要么就付钱 不然我就迫不得已 我真的要拿博物馆那些东西出售 那些有钱人就全部跳出来 就说我捐钱给你 那还有美国的税制 也跟我们不同 即是美国捐钱给政府 捐钱给一个艺术机构 你可以扣税 但香港就从而有低税 所以你没有什么很大的刺激 但是这个故事就非常有趣 就是这个故事就非常有趣 然后你想想巴基斯怎么会够呢 巴基斯他背后都会有 那些巴基斯带的客户 那些巴基斯带的客户 都是会收到艺术品 你不要搞他 你不要搞我的客户 我现在立刻借钱给你 到最后他可以收到六十多亿 但是这一样东西 为什么我要特意拿出来说呢 因为去到死磨关头 你真的要变卖资产的时候 艺术馆最值钱的是什么 就是他的馆藏 他的收藏 他的收藏 这些才是一个艺术馆最值钱的东西 你想想西九现在到他生死存亡之秋 他在想可以变卖的东西 不是他的馆藏 是那个土地 你想想你做艺术是有多么失败才可以 就是我这样说我得了很多人 我自己也是一个收藏家 我都很害怕得到N++ 我也是有支持N++的活动 我也是N++的朋友 也有朋友在N++那里做 但是我心目中的那个 就是我心里面的OS 就是你艺术馆到最后生死存亡之秋 你是要点算资产 当你真的要做清盘的时候 你最值钱居然为你的馆藏 是你那块土地 就是代表你去设计这个艺术馆的时候 你一定是出了问题 因为你是没有一些有价值的艺术品 是真的收藏到的 当然你说艺术品的价值 是另一个大问题 人们会说艺术是无价的 艺术是无价是对的 但艺术品是有价的 这是两道概念 你去到真的要赚钱的时候 你不是就这样拿艺术无价和债主 我们不找钱了 因为艺术无价 你看那债主会不会吊你 那债主一定吊你 最后你又要计算钱 那些钱就是你计算那些馆藏值多少 结果唐英年他第一样想到的 就不是那些馆藏 是那块钱 几可非 但是你想想底特略的故事就是很inspiring 就是他用那些馆藏去要挟那些有钱人 你重回唐英年的角度去看就是 唐英年他有没有一个barketing power 可以用N plus的馆藏去要挟那些有钱人 或者要挟那些perfect bank 去帮他做一个新一类的融资 我相信他就做不到 所以后到最后 唐英年他只能一个出楼 他就是要哄政府 他就是要搞定政府 所以你看到唐英年现在很高调 23秒立法高高高 国安法高高 就是唐英年是正了很多年 是�於他没有 选到特首之后 输给一堆阵阵他就正了很多年 为什么他现在跳出来要讲话呢 真是因为現在唐英年 N plus 西国文化区 他都面对着一些反对声音 当然不是我跟你 我跟你人没年轻 我们是垃朱 我们是没用的 我讲的些是不会影 rus dar 无难无力的 但是 文汇大江 吻永儿的那些是由N plus 一开幕便批置他们 例如 由他买一个寿司吧,用了千多万开始,就已经不停在救命他 所以现在唐英年害怕那些有牙有力的建制反对派去搞他们 因为当那些屈永年、文汇大公真的一按键去反对他的时候 政府分分钟是不会融资,或者不会让他们去卖楼 所以现在唐英年就要用尽方法去压力各大势 所以千亿不要搞事,千亿不要再搞,否则我Empers就会垃圾了 所以现在什么都要说,继续都是低调了很久 继续都是要支持所有政府的方针,继续支持 原因就是他想安抚另一些可能性,会搞到他那班人 不是你和我,是那些建制反对派 你见到他现在不是自由去做这件事 他都要拿了政府批准才能够做这件事 你更加刚刚说,艺术品的变卖那些东西 我想他更加是做不到 所以我们有待观察,即Empers他或者未来的那个发展 我觉得都不得不提当初地产商是有点愉见的 因为回忆回整个西九的规划 我们当时还在读书 而当时对整个西九文化区的规划最大的批评 就是说,怕它变成像素马讲这样的地产项目 但结果你发现,原来真的只有做地产 你才可以令到那个项目是收支平衡的 这个是give and take 他可能会令到那个艺术的味道下降了 令到那个美感下降了 令到这件事多了几分铜臭 但起码他解决了当初那个要解决的营运问题 最后到最后,都是取舍 如果你在和平时代 政府财政没有那么有压力的盈余的情况之下 你问陈柏波拿钱,陈柏波都比较疏 但是现在政府一年在输一千多亿 你输一千多亿,你要哄他注资的话 陈柏波作为一个会计师,都是精打细算的 他一定是牙痛的声音 他一定有很多考虑 跟你在增进华时代问他拿钱不同 两个人的考虑不同 因为增进华时代有钱 现在陈柏波时代没有钱 没有钱就更加要量入围出 现在你就算说拿去卖地 其实都是一半一半 因为一个地都不是一个最好的价值时机 那你会不会占卖了呢? 其实真正很多这样的炸弹 是要在增进华年代的时候 就要有一个高尖远足的角度去解决 就是你卖地也好,你借钱也好,你融资也好 你最好在政府有钱的时候 就一早计算了,一早计算好了 要去做了 到现在政府又没钱,地又不值钱 接着你的博物馆又转不到,整个物化区都开始有财政困难的时候 你才提出的时候 就是要帮到过了一个最佳时机 就是你现在抄牌,每天这样抄 因为你抄几百万张都收到20亿 你要多少次才能够救到这个西构 所以最后的出路可能就是 占卖土地,引入一些 地产发电商一起搞起 始终是一个涉及操作 就是你在高峰时做不到赚钱的东西,现在市况逆转呢 是的,而且很难做一点 所以关于西构文化区 或者唐英年的一些说法 我们都会持续关心 因为我们都在关心香港 我自己又会特别关心多些 就是艺术界的发展 还有很多东西都是跟钱 是脱不了关系 虽然我觉得艺术是不应该跟钱 占上太多的关系 但是现实就是现实 正如我刚才那个比喻 艺术我都相信是无价的 但艺术品是有价 始终现实的时候你都没办法用艺术无价四个字 去叫那些债主不要逼你还钱 这个是做不到的一件事 所以 无可奈何地 我们都会继续和大家跟进香港 更多有趣得意的财经玩意 希望大家继续多点 留言、分享和按一下按个小铃 我们下次节目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